爸爸的关同时间 首先分享的就是Rise 彩排的时候 有一个人真的很好笑 一直在台上自己一个人疯狂的说出韩语 跟姚琴吗 你这么快知道 因为她是拿谈打工人所来的 就有这样的职业素养 也不知道再说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人是重点 天哪 她当天穿着无锈的那个黑色背心 那个公二头肌 你干什么用头肌 全场练身 然后她那声音像感觉蹭了一个免费的live 你们猜是谁 五角净才三二一开始 Vocal 我今天去的Vocal就是 刘也 赵磊 忙她一个磊磊吧 因为就是之前她粉丝妹妹就说她 就是停 只要停下来就都在唱歌 我的行为忍不住了 这就是磊磊 天哪天她进来的时候简直绝了 想起胳膊 你的是缠她的 在后台真的太好了 才会多动真儿童 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因为他们就在那个 就是上场口就很小了 然后他们就在stand by的时候 就在练舞 有一个人很好笑 在我不到意义的距离 一直晃 一直晃突然 平时差人没了 你知道吗 就是视线里人突然没了 然后整个那个下场口 都是她的腿 哦 腿真的剧场 那个舞单还是个大餐腿 像上次那个光光会这样的详细 是光光吗 是光光 其实差的是光光 然后完了就在那个后台 一直到处游走 然后就看到她的工作人员 然后就把她塞到那个 然后就把她塞到那个 排到队伍里面 然后排到队伍里面 她就跟着一个小拳拳去拳那个字 就没有闲着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 他们表演完之后 有两位成员可能有别的事情 然后就工作人员 就带着他们离开了 但是其实其余成员 应该是去回 作为正常落座的 然后蕾蕾呢 也不知道 蒙着 埋着头上唱着歌 你知道吗 然后都拦不住 所以说你们去哪玩 带我带我带我 对 然后刚才就说 你不去你不去你回来 然后等那个全部直播结束之后 然后我们在回去的时候 就发现 莫名其妙的人 很欢拖的往休息间 蹦的过来 定睛一看就乱了 不知道为什么下班了 好开心 这么开心